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尤瑪儀,鏡花先生,嘉賓,贏者 我們首次第一輪的嘉賓 第一輪心入苦慾的挑戰者出現 我們今集說的就是一本輕小說 《離比的鋼琴奏名曲》 《慘井光》,《慘井光》,《慘井光》 《慘井光》最近很紅,日本也是 《華雲街紅》之後到日本紅了 《華雲街紅》應該是因為 《華雲街》終於在翻譯他的作品過來 我覺得這段時間有一段熱潮 有一段熱潮是《慘井光》什麼書都出現 不知道為什麼一堆不斷出 尖端有出,東立有出 連郭川也搬了錢作出來出 郭川也很少搬別人的《慘井光》 而現在《慘井光》 《慘井光》《慘井光》 《慘井光》的動畫法 他有一本《血族》那一本《慘井光》 《慘井光》那一本《慘井光》 最神奇的一件事 總之就是這位這麼聰明的作家 但這本《慘井光》這麼多作家 唯一一本《慘井光》的小說 就是這一本《慘井光》 《慘井光》的《慘井光》 遇到這個男主角 《慘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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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井光》的作品也挺多 除了《慘井光》 《慘井光》 除了《慘井光》 《慘井光》 最出名的就是 即將會動畫化的《神的記事》 之前他推出了一本《火木的無類》 這本可以的 較早前那本《劍之女王》 《慘井光》 我覺得好過火木一點 是的 但因為我沒有看過那本 我沒有買過那本 另一本應該也有人會看過 就是《慘浪》 不是《慘浪》 是《慘浪》 這本很划算 這本很划算 一定要推自己 我個人就只看了《慘井光》 《慘井光》 《神的記事本》 和《火木的無類》 但《火木的無類》 我買了兩本就斷了 我看了《慘井光》 《神的記事本》 《劍之王》 《劍之王》 《諾人之子》 整體上我比較喜歡 《神的記事本》 他寫作的手法 其實他出色的地方應該都會寫青春故事 會比較擅長 《慘井光》自己也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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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喜歡寫的東西 就是這些 一個男一個女的青春故事 不止一個女的 他每次都是寫的 你搞錯了 你搞錯了 但通常都是正宮的女的 一看就知道是那個人 這個叫《魏後宮》 不是啊 《離別》都是一男多女的 但一看就知道 明顯別人一二就立即正宮了 得過的就正宮了 或者我們集中回到《離別的廣禁酒》 我們日後有機會的 再介紹他其他作品 但這一套 老實講 其實我 開始看完第一本之後 我始終覺得 我可以稱之為 這本書的一個風格特色 但其實它裡面 其實用了太多 以一個古典音樂的名詞 或者是那首歌的名字 去表達出一種情感 其實未必真的 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到 而且很容易令到人有抽離感 其實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讀者未必會有認識 你看到後面書 後面的參與公會 特意要發出很多說明 去講這首是甚麼歌 這首是甚麼呢 但其實講完沒用的 一首歌 有甚麼感受呢 要聽過 聽到音樂會 聽完之後演繹過 才能 舉例而言 我也不會很熟 但我沒有記錯 例如舉例 他可能說 接著這個氣氛 好像一套卡文的名曲 即是怎樣 其實某程度上 即是那些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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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但你沒有聽過很多時候這些名字是不知道是甚麼 即是你要對音樂有認識的人才會有問題 另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是流於拋書包的 即是可能參者江不知哪裏掛些資料 他不一定聽到首歌 或者不一定對古典和那些心的粗子 不過可能聽到資料 可能這首歌不知道有甚麼感情有甚麼代表 即是記錄到上面就copy過去 就拋書包 但可能你會覺得那些作者不是懂這件事 他只是拋出去 硬生生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參者江是有留意這部份的 可以見到他在故事裏面 我忘記第一卷還是第二卷 他用直字 直字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每一個曲譜 每個人演出來的風格或是甚麼都不同 他想表達的東西都是不同 所以才會有裡面所謂的評論家 音樂評論家 就是為何會討厭有這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亦都衍生到他 他之後其實在寫作品裏面 其實就算他講完曲名之後 他都會刻意帶回那首曲 略略是講些甚麼 即不是在書後面講的 就在前面他都會略略一字兩句 怎麼都會 賴一賴希望不要讓一些讀者覺得 好抽離 老實說 我相信看這本小說的人 十個裏面有九個半都是不懂的 正常的 曲目來說 他講了曲目出來 他就會講一講他的歷史 譬如說有些鼓手是單手 他講的歷史是會給我看這本小說的觀眾 即使我不懂首歌 看他站起來 知道為何他打鼓 完全不是這樣 參井光這種描寫手法 雖然他是把古典樂 一個比較沒有人熟悉的範疇 帶入這本輕少說 但他都知道 不是那麼多人熟悉古典樂 他都會加一些解說 或者加一些背景 令讀者會有印象 其實音樂方面 我覺得他的偏意境方面描寫得多些 例如第一集他講到 直字 直字是彈bass 真東是彈結他 隔著一間房間彈的 為什麼用一個小說的文字 給他寫音樂呢 其實是很難做到 事實他用的方法 你可以說他不是寫一首音樂 但他寫一個意境出來 他把那首歌的意境寫出來 我覺得這一方面 是他表達音樂去做到的地方 固然他有些地方要拋書包 我覺得 例如要表達古典樂的意思 代入故事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口非 例如Bad Burke那首歌 講回那時候的情境 他用回 我不太記得是哪位歌手 應該不是John Allen 我記得 不太記得是誰 我自己真的 Bad Burke那個故事 對於新東和直字 在垃圾場的意境 我覺得這些對方出來 我覺得是OK的 但問題是我們那首歌 沒有聽過的話 其實只講完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撇開他 突然說 如何提起那首歌的歌名 就算撇開這個問題 不理這個名字 其實 陳振剛在文字描述方面 他已經做到一般 我們看以往其他輕小說 裡面的一些 所謂的場景描述 或者心理描述內容 其實已經足夠 其實很豐富 你看到內容 至少看到 他描述同一個環境 他描述同一個環境 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文字手 兩種不同的風格 當然他配搭 首歌的意境 好像剛才阿鏡花所說 兩者配合 就是同一個環境 可以形成兩個不同的氣氛出來 這個是這本書 你說是文字功力上成功的地方 如果說環境描述 如果你說青春小說 我這樣形容這本書 事實上最適合就是氣氛 很多時候青春就是浪漫 激情 熱血 那些東西 即是 沒有烈奇 你都不會敲烈奇 相信 那種氣氛要表達出來 才讓人感覺到很青春很正 事實上 我記得 印象其實最深刻這本小說 第一個印象 一本小說給我們印象很重要 他第一幕就是在世界盡頭的百貨公司 就是那個垃圾牆 最深色的垃圾公司 最深色的垃圾公司 即是他那裡說 曾通彈琴 那時候那些垃圾 那裡中間有一個鋼琴 人家為何直到他走過去 直到他去撿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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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知道他會走在一起 是的 然後整件事 描寫那個情景出來 那個表達的氣氛上做到是不錯 那個感覺可以投入他下去 我覺得這方面就是 《探井光》那裡是好的地方 但是 固然我會評價 就是說 他在這個環境營造 以及這個情感表達方面的描述 是做得出色 但我感覺就是 其實 如果以《探井光》幾本小說來說 我覺得他這次做角色方面 其實全部都不太合格 其實在角色的形象上 因為其實我明白就是 你要表達一種所謂的青春的氣氏出來 但是那幾個角色是 你說給了所謂的青春 我覺得是抽離 令我感覺 他們的性格是 唯一你說可以 做了這件事的 阿千禎是可以 我會給他一個合格的分數 標準的超沒竹馬 其他的太過抽象 而且在性格方面 你真的表現到青春 即是說 我這件事不行 他會再去試另一個東西 即是他會不停去挑戰 即是可以說挑戰 但你說好像 學者神把惡那樣 那個不是人的 神老闆 神老闆 神老闆香子 那個不是人來的 我覺得 寫得太叫做 太超人 太神 全面開了金手紙 而且很老實說 他最後寫到 因為 他已經用了很多次機會 跟主角去表白 但我覺得 解不出是正常的 告訴你 沒有人會解到你說話 即是他在行動上面 表達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你都不知道 他什麼時候認真 什麼時候開門笑 還有做一個青春的事 如果一個很厲害的超人在旁邊 其實男主角什麼都不用做 搞定了 都沒有什麼挑戰性 又不是人家什麼都不用做 但問題在於是 故事裡面來講 每一次都不是每一次 但珍冬遇到危機 不過差不多每一次都是 珍冬遇到什麼事 就是男主角出來的拯救他 很黃道像的劇情 所以你沒有任何高齊起伏 即是你已經遇到一定家電 所以你不會有 我也明白 就是我看完第一期的時候 其實我跟阿雯媽說 我第一期看完之後 我說很悶 我看完之後 為什麼會有異樣的感覺 我發覺就是 這本 這本小說裡面很喜歡 就是很詳細去描述 他們中間的混淆期 但是描述完混淆期之後 到最後 無論是演唱會也好 或者是學員制 他們Live Band也好 那一下就停了 整個故事是停了 是很神奇的 你這個位置 應該解決 應該是一個高潮位來的 就是輕描大聲大 你會覺得 那是怎樣 你又突然間 把你的情緒 拉到劇情最高張的位置 下一期 去到最低的位置 就不會再放下去 我覺得 我之後看後記 岑正光 他說 其實他 先這樣說 當然他應該不是認真 想像一個曲譜 去續下去 但是 以我有限公司的認知 應該不是這樣做 比較難一點 我覺得始終他這個 經樂交響曲 最後一聲 然後 等下 唱了 下手曲 連爆那一刻都沒有 你可以想像 例如 我舉第三集為例 大家千辛萬苦珠 拿到台 可以上去演奏 如果動畫來說 應該是 K-On 不是K-On 可能是K-On 你可以想像 高潮 一集 終於有Live看 大家很期待 但是 我明白 那時候的感受 就是 可以寫了 那一幕 怎麼寫好呢 一兩幕 我就算 如果寫這麼長的演奏 這個文字 寫這麼多出來 讀者不滿 我寫不到 然後他就沒有寫 始終我覺得 如果你以演唱會 以小說 去描寫一個演唱會 可以很難寫得很長 很難寫得很仔細 只不過 可以交代 演唱會是怎樣進行 或者 跟著 他已經要下去 講回感情 或者交代 劇情 我也不是太執著 說他演唱會的內容 那方面 其實 這是一個高潮位 那你不可以這樣跳去 其實我看到一個 叫做 Gap位 在裡面 當每當一本小事 即是一件大事件完了之後 去下一件大事件之間 你會見到 某程度上 好像有 尤馬2之前所說 某些角色 某些 某些 好像是 reset了 有多少 是退去後面 好像是沒有發生過 那件事 就會令到 別人看起來 覺得很異樣 有異樣的感覺 在裡面 有異樣的感覺 就是第二集 即是 當我見到 珍東 又犯回第一件事 又走了去 那一刻 他之後 有個 樂隊 然後逃走了 那一刻 我心想 你又來 那一刻 給我感覺 沒有成長 沒有進步 這個其實是一個 被人很多人救病的地方 事實上也是 都可以這樣說 我都覺得 這方面是 有些重複 應該說 他那個 梗不夠多 是啊 不過 說回 那些音樂 其實 慘頸光 都被 重複 輕了 很多時候 套用高潮位 不是用回音樂 他會是 例如 第一集 可能算用一些 就是 一個很神奇的 就是用鋼琴 來找結他 找低音結他 用鋼琴 用鋼琴找Bass 這個真的很神奇 這是不可能的事 有十字 都做不到 我覺得應該做不到 這個 純粹老崔 知不知道要金手指 不過這個 做什麼 我浪漫 我超強 算了 劇情需要 整本書裡面 貫徹了 他如何維持 這本書的劇力 他只是 依賴 男主角 不是女主角嗎 不是 他是依賴男主角的 遲鈍 令到這本小說 是不定在拖著某一些位置 而令到其他類角 可以展開某一些所謂的攻勢 總是套路無功的 先不論說那個攻勢 寫得很緣無 但情形上是可以的 應該說 看的人都會覺得 就說 你快點去死吧 男主角 看不到 那麼像金櫃報道 男主角 但我覺得 根本是 插鈍的特色 要突然寫到 男主角是這樣 我覺得寫到這樣 不要緊 我會提出 剛才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這角色令到我的抽離感很大 我不相信一個 很明顯 他也是一個正常人 而且作為一個評價 老實講 最正常的一個 無論如何 有些意思 你無論如何都會得到 不會可能去到 啊 為何你會這樣說話 我現在沒有可能 最糟糕他是 音樂評論家 他聽到 我沒有關係 有關係 他真的有幫爸爸 都叫他見過小臉 沒理由說 這些都不懂 那你音樂方面有小臉 不代表你 你的感情方面有什麼 你音樂太悶了 你感情沒有碰 他只不過可以自己 關在房間 然後自己聽 自己去做評論 就是賺了 完全賺了 他爸爸也是一個特尼族 所以你說 反而我覺得 太依賴這件事 去拖延劇情 令到其實 很多時候 令到一些女角 要重複地表達同一件事 就算 我認為賺人工的文字功力 可以去到什麼都好 在觀眾眼中 看上去 劇情是悶的 嗯 不過我覺得 除了男主角之外 其實女主角的感情 都是很 描寫得他 很遲鈍 除了千禎和響子 的感情 比較強烈之外 你應該說 他們一開始 就叫做 他們已經 知道自己是喜歡 這個男仔 全部都不用供養 自己倒貼 起碼就是 在故事的情節裏 你會知道 他是喜歡他的 先不諒 因為我們有多少 神之事點 所謂的體度 但最起碼 我們是知道 真東 故事 鋪排來說 我們知道他 一定是喜歡男主角 但在感情描述方面 其實是略欠失色 而且就是說 就算他們所謂的 他們所謂的愛情 近乎柏拉圖式 差不多 就是 在一個 叫做 沒有什麼 感情的交流之下 純粹只不過是說 一班伙伴 去經歷了某些事 而醞釀出這個 所謂的愛情出來 我覺得 他如果 要這樣寫的話 基本上 第一本 第一本尾之後 可以完 所以 如果 去到今節最後 好吧 我還是說一句 如果 暫靖哥 不小心寫 直至 聰明一點 的話 這本書可能 半點 即是想提高一點點 一點 那麼大把 應該說 將他的詞論 減低一點 那麼大把 故事就已經結束了 他始終不肯點 就點下去 沒辦法 都點回音樂 每次升級 都點回音樂 為什麼他沒有 就賺錢 那今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 繼續 好了 今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 繼續 好了 今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 《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離別的鋼琴》 就名曲 剛才說到 如果知覺醒一點點 什麼事都沒有 遲陣的《男主角》 是探索過特色 不是他的特色 很多家都是這樣的特色 你說這本的感覺 其實我給我的感覺 因為我看完《神的記事》 才接觸這本 我可能覺得 兩者是兩個極端 一邊有一個男主角 被很多女主角包圍 另一邊有一個女主角 被很多男主角包圍 《神的記事》本 《神的記事》本 就是一類多男 但他始終在描述的角度 都會在男主角 但因為 這個就是剛才第一節所說的 所謂就是 它運用裡面 就是《神的記事》本 因為它本身 不會涉及很多 所謂的知識向的東西 你會看到 在描寫他們的感情表達方面 很容易帶出那個角色的性格 但你說去到尼別曲這個情況 其實就難了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逐個角色去說 好像珍冬那樣 很難 你知道他是一個任性的人 但任性不是性格不算 任性是一個行為 不是性格的一種 《神的記事》 《神的記事》 當然 不是 基本上是 《忍井光》 我覺得他是 把他自己投放了 在男主角上 所以 可能 不知為何會覺得 尼別的《鋼琴周明》 和《神的記事》本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那些男主角很一流寡斷 很廢 即是說他們自己很廢 是一個男主角來的 我懷疑 《忍井光》公式 所謂的《忍井光》公式 就是 一流寡斷 在該會爆的時候 就爆到的男主角 加一個很強勢的女主角 萬能的女主角 基本上他的女主角 沒有什麼變化 全部都是強勢的 但事實上 所以這方面 就是《神的記事》本 和《忍井光》 和《忍井光》 相處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跟我再談 另外一方面 我們剛才也說到 一些很神怪 本身一個青春的故事裡面 我覺得 在我自己個人認為 不應該涉及一些 太超展開的 無謂劇情 第一個劇情 就好像剛才也提及了 就是找回這個背絲 要找回這個 含陰 找回這個背絲 我怎麼想過劇情 都是不明白的 整個GPS搞定 這個《忍井光》 而他又要感受到 主角一定在 而主角在 之後 你就會看到 那一刻 他的遲鈍是沒有了 他的遲鈍是突然 過了這麼久 終於有一點點數 可能減了一點點 其實之前已經開始 不知為何 也不肯進一步 這一點 我覺得 以他那個時候 心理的質素 他是不想再去接觸 有關珍東的一切音樂 而你讓他突然間 看到這張CD 他會突然間 這麼聰明地去留意到 還要是 說 好老實說 如果你是一個 本身你是一個法國人 我算我贏 你會覺得一樣 但是你是一個 日本人 你要明白 這個位置 我真的覺得 我有想過一個想法 就是 如果 發現不到 珍東站在那裡 究竟我是怎樣 所以我下集分歧了 所以這個就是 好像鏡花剛才所說的 那個男主角 雖然是很有法斷 但是突然間 會在某些事情上面 爆洩 但是這個位置會令到 這些不是青春來的 這些 這是做劇情 這個是假的 劇情向 必須導向 劇情向 但是我反而 怎樣說 如果那種情節 即我們詩的那種 有些不合理 但是有些 如果你真的覺得合理 我覺得應該是 珍東彈一首首歌 他不可以聽到 好 那你不要在這裏寫密碼 我覺得 我可以這樣說 我可以這樣說 有話要說的 這句話 你可以不小心 因為之前鋪了那一副 復扇的就是 直指 他很了解珍東的音樂 你如果在他音樂裏面 聽到的話 老實說我只能夠音樂 因為你音樂點滿了 所以你理解 我承認 因為 由第一集 已經是看這件事了 即是 真東彈是一個彈合的天才 但也只有直指 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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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什麼都會說錯了 直指 直指 他唯一一個是聽得懂他的音樂 和理解到音樂 這點是由第一集 可以留在一個位置 直指 始終在第三本的時候 尤利和真東合作的時候 其實那裡已經報了一次復扇 就是 他是第一個發現真東的手指 是再復發的問題 已經有一個這樣的點 就是 不應該去用CD套 是應該用音樂 再用音樂 始終就說 你要貫徹始終 你這裏是用音樂 是主題來的 你就不應該突然之間 變成這麼畫面亮的東西 即是 他的首尾呼應 還是變成用百貨公司 還回到百貨公司 而不是用了那個音樂 不是 他依然可以用百貨公司 因為這個叫做什麼 最初認識的地方 就是他們 踏前一步的地方 我覺得 以青春劇來說 這個已經是完全沒有問題 最需要的 只不過是 帶他去這個舞台 因為有音 不應該是CD套 是應該是用音樂 既然開始是彈琴音樂 怎麼彈琴音樂 都沒有問題 用音樂來做回連貫 會更加好 是的 事實上這套東西都是講音樂為主 你給那些CD密碼 那我講琴執名曲 就不知道要到哪裏 好像 講琴執名曲 其實就是講那些古典樂 來化造的曲 鋼琴執名曲 你給了鋼琴執名曲 根據第一集的說法 就是那首歌 就是什麼 那個 他很有趣 他那些古典樂曲 你會發覺 那些古典樂曲 很多都是沒有名的 就是 他本書都提到 有個記者問 直字 究竟為什麼 他都講過 你不覺得這些奏命曲 我講的號碼出來 會有型一點嗎 內行一點 所以很多鋼琴執名曲都沒有名的 不是合理的 因為很多音 有時候你 即使在圖書公中找些角色 用NUMBER去找的 不是用NUMBER去找的 你作曲卡不會幫他想名的 想是你們想的 不是 你以為現在的音樂人 幫忙割了一首歌 會叫坦剔 你不是這樣的樣子 人家叫什麼CF 什麼DBC 鋼琴大 鋼琴大 什麼1000號 什麼1003號 就是 這次來 其實你可以解讀 音樂家他表情在感性方面 他不是用文字去表演 他是用音樂去表演 他不是一個作家 所以其實這個也看得出來 《探靜光》並不是說 他也有一定了解程度 在這個音樂裡面的內容 他也說 寫劇評論的人 他們才會用文字 將音樂化為文字 其實老實說 那個評論家就是《探靜光》 所以剛才一開始就說 他代表男主角 我這個不是以性格 或者他的經歷上 我是以他的文字 描述上 其實他也是做到這件事 還有很多地方 你看到《探靜光》 《探靜光》 滲了一些對音樂的愛 你看到很多地方 如果不是音樂有一定性的了解 你剛剛都說到 你不會說出口的東西 其實很多地方 他很喜歡把自己 對音樂的見解寫進去 我也記得 說到江蕭哈人的朋友 那個 新東爸爸 那個指揮家 他說 在《探靜光》 他問他 你OK 你不會討厭遙滾落嗎 你一個古典音樂家 他就說 我不會那麼囂張 因為我覺得 音樂分類 只不過是 收拾了一個人對音樂的 上色的眼光 他把自己的意見 放進去 這方面 你覺得永遠是他自己的 他是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融入到角色的 其實 《探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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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個人 他不是單獨 用一個角色去表達自己 他是希望用整個故事 去告訴你 作者對音樂的見解 這個會比較合理 當然 另外一個方面 我覺得要提一提的 就是 貫穿整個故事 其實除了《探靜光》 另一個主題 就是《探靜光》 每一個章節的故事 其實都是在說 一種不同的《探靜光》 其實如果 與其說 在裡面的角色 或者是其他 音樂 或者內容方面 我覺得 反而《離別》 這個主題 他寫《離別》 這個主題 是更貼合 與青春相互相成 而事實說 也如那首樂章說到 他分離的一個樂曲 下一代重逢 我大概 沒有記得 大概是這樣的 故事 那一刻 分離真東 或者《探靜光》 吉他去了垃圾堆 真東 走了 可能他去不了 就是所謂的 人與人之間的 離離合合 對 離合合 最有重逢 就是《探靜光》 《探靜光》 《探靜光》 五期裏面 反而你說 我最喜歡的話 我不是喜歡 頭四期的內容 我是喜歡 《探靜光》那一本的內容 我也是 不過《探靜光》那些 比較短篇 和描述 主角群外的主角 可能正正是 因為它是短篇 其實 它沒有把故事的張力 拉得太長 在《探靜光》裡面 它甚少將一些音樂的描寫 或者用語 帶出來 反而 反而 其實是很實在 其實這一本 如果你對著 就是它用《神的記事本》的《探靜光》 是差不多的 其實對 用回人物的描寫 用回那些感情 其實《神的記事本》和《探靜光》 最大分別 就是一個有音樂 一個很得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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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很奇怪的 雖然解释出來 那邊解释出來就有各自原因 不過不劇透了 我覺得Encore最出色的地方就是 可能他之前的四本已經把音樂的書包拋走 沒差存貨 所以他先不叫第五期 所以叫Encore 第一張才拋書包 Encore通常都是一手氣兩手指 比較音樂成分 反正你說第一個故事就是 直至跟廣東要去 小光大 求婚 其實這個我覺得 應該踏上人生的一段階段 其實這一部應該要寫 我也覺得好啊 應該是要寫怎樣 不會突然間說三年後 你們結了婚 其實這樣又好像少了一個中間 一個很注重的劇力位 寫出來 其實給我感覺就是 Encore piece 那個風格跟之前的四本有點不同 之前四本是青春故事 之後那本就已經稱不上青春了 以前的四本是家驚故事 什麼啊 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覺得Encore piece 比較喜歡Encore piece 就看得出你喜歡哪一類故事多些 因為其實剛才說到結婚 即是說到人生的大事 即是那一刻 從青春就掉到現實度 給我感覺就是 即是那一刻 阿滴子在說 其實我不想結婚 那一刻 那一刻那感覺真的很真實 亦都真是 怎麼說 一點都不青春 一點都不美好 給我感覺 人生的憤怒 人生憤怒 終於適應到她眼前 Mike 直至她那個 她不是不想結婚 她是 不知道結婚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要結婚 不知道 其實都正常 因為她都 事實上她是單身家庭 她說的是她24歲的時候 她說 她一來啦 遲鈍啦 她可能不知道結婚什麼 這跟遲鈍沒有關係 應該說 她不知內在說 結婚是可以帶到什麼 帶到什麼意義出來 如果根據她爸爸所說 無緣無故就會有小孩 所以由她爸爸說 是一絲署力都沒有 所以就變出來 有個乾燒客人的樣子 怎麼說 不知道 其實我未必說 這麼贊同 鏡花說 到這一節 是沒有了青春 那樣東西 其實你說青春 那樣東西 其實就是 焦急笨絕 還有你說膽小 那樣東西 其實你在這一個故事裡面 其實看得出這三樣東西都有 其實她是有焦急度的 因為她都不知道究竟要怎樣做 但是膽小 她怕死 她都不知道結婚是什麼 然後周圍的人 又好像半客她式那樣 或者威迫你 她老爸那樣 死去死其他一整班 不過我覺得她 極致受她爸爸影響很大 她始終都是合理的 會不會我結婚之後就變了她老爸 但我常常覺得乾燒客人 其實她年輕的時候就是直子 我常常覺得那個感覺 就是那個認真 就是那個認真 就是她說她大過了之後 就是一個成長了直子 其實不是應該說乾燒客人是誰 乾燒客人 心中沒想到 不然就說了她 不然就說了她 不然就嚇人了 不然就直子的爸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個是一個出名的 比直子更加窄棋人 是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回想回 第二禮寺卷那裡 就是駕電單車去 去 古幕機場 古幕很帥 超級帥 超級帥 應該說阿哲朗他做那個 阿哲朗 他做那個角色其實 無論是好像學研診裡面 他把所謂的業界流氓 全部給他搞定 他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金手指的角色 他是比任何人都更加金手指 比陳樂迫向前 應該說他要開的話就可以很厲害 但是他平時不開 就是覺得很像 好像直子那樣 他平時可能很廢 但當他需要那一下 就有一個行動力 就出來了 他不是行動力那麼簡單 他爸爸其實應該叫做 破壞力 某程度可以這樣說 說破壞好事方面也是 但說我駕電汽車真的很帥 不是駕電汽車 你說其實在這麼多 四集的故事裡 統一了最後阿哲朗說了 叫他千萬不要辭他 其實這麼多集裡 他放屁的形象就是為了這句 老實說 很多時候很多故事裡 都會這句都很老身的 精神拿來用的橋段 就是你先走我電口 不是 法經教材 你不要播的 和後路一樣 你要努力爭取 就是因為我爭取不到 其實這個父與子那種的經歷 全盛 全盛 其實你可以說 他是否爭取不到 我覺得他是太依賴他的兒子 直至他媽媽跟他離婚 其實他不知道怎樣去爭取 應該說直至其實跟他是相似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說阿哲朗 他一直放屁這種態度 其實是因為 被他的兒子看到他的反面 教材 就說天天好似我 其實我會 我會給我這個 直至他 他應該說阿哲朗 當然他的性格 可能使然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他這種性格 令到他失去了某些事情 而他不想 當他見到他的兒子 在處理某些事上面 和他的 重度覆徹 對 重度覆徹 就所以想推他一把 就是某些事裡面推他一把 不過其實 這麼多集都看到他 他爸爸對他都很關心 對他直至也很關心 就是《兩座生物》 就是《Ncorpies》 裡面的《金融王城》 那段片 聽到我跟他結婚的時候 那個high樣的 就是見到他 驚慌失措 驚慌失措 會變回一個大小孩 然後就馬上打給自己的朋友 跟他談 喂 我現在結婚了 不知道 應該 作為一個 快要結婚的爸爸 永遠去做這種事情 他好像變成 跟直子一樣 都是變成一個大小孩 也不知道要怎樣做 對 然後其實 放下了直子 這個其實叫做什麼 應該說 可以放心 他的兒子 因為他真的可以獨立 然後 其實在故事上面 其實也算是 他怎樣再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當然 成功與否 我們不知道 故事裡面也沒有提及 但是 令到整個故事裡面 折朗的故事是最新動的 其實 雖然 好像是插畫方面 連江蕭蝦人也有插畫 但是反而折朗是沒有插畫的 這些是謎之人 大叔不需要看 可能他不懂得畫 好像說 其實在後記裡面 我記得都提及過 大家憑大家的想像力 去想像折朗究竟是一個什麼 是啊 即是大型已經是這樣的 每個腦中 你心目中 你腦補完其實 每個人心目中 都要有一個 令到他更加活化 可能是你心目中裡面 任何一個你熟悉的人 不是 如果你遇到這些人 當然是沒彩 不過不要緊 你早知道那個形象 本身已經記在你心裡了 什麼意思 不過事實上 我們好像說角色 好像說了大叔 而沒有說到女角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說到女角的話 我都不認同一件事 就是其他女角方面的描寫 我覺得真的有些不足 但是描寫方面 我反而是覺得女主角不足 我是看了這麼多集 我只懂得到的就是 她是一個金髮來 然後呢 她不是來的 她不是來的 有青梅竹馬 一個學者 三個十星 有驚慌 或者這樣說 但是珍東那種 比出來的感覺 無論是哪幾集描寫都好 都是我已經有既定那種感覺 沒有一些新的東西會加進去 但是其他就不是 其他比如說響子和千禎那些 透過每一段進度的事件 她都會有些新的東西加進去 阿響子呢其實她都嚴格上來說 故事裏面是沒有帶過她的性格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好像知道她的性格 因為她是帶領劇情走的人 而劇情的走向正正是反映她 可以叫做反映她的性格 但嚴格來說是沒有說過她的性格是怎樣的 真不可欠就是一種屬性 不是性格 怎麼看性格其實有時候是事件看的 可能看回她以前做過什麼事 做過什麼樂隊 搞什麼風化 再說出來 你會用這些側面角度 可以看到她的性格 但其實又沒有特別明顯 你真的要說她的性格 是Anchopis的時候那段片 那段片反映她 反而是Anchopis才說出來的人 所以解她會變成 頭四集裡面那個模式 這樣的性格 反而千禎的話 其實才是真正在故事裡面 她是有描繪她的性格 千禎的話很容易寫 沒有關係 我覺得整款千禎是最悲劇的一個人 千禎的話就算是預料的 對 而且加上她的性格是類似 比較 元氣少女 比較手臂型 對於聯絡方面 她不會說很主動進攻 即是阿迪志 即是她在旁邊守護她 或者她需要什麼幫忙 就提供了一種方法 應該說由第一本 第一次出場開始 其實她在這個角色裡面 她已經說 她已經知道 即是永遠 不會跟她有有情以慎的關係 所以不是說是悲劇 根據無懈理論 就是青梅竹馬 很難有產生感情 對於是對的 因為的確 不是難產生感情 只不過是說 男方是沒有這樣的意思 應該說其實 我覺得並不是說難 你一開始對你的異性對象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意思 其實青梅竹馬 只不過是關係 你對著她也有日久生情 我覺得沒有說是絕對性的 只不過是說 男主角一開始就已經 公佩了給阿迪志 即是她沒有這樣的意思 即是說 這個只不過是我的朋友 即是她自己 政委上也都有這個意識 而青梅也都很了解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她喜歡她 但她知道她們是沒有 可能再進一步發展機會 所以青梅在整個故事 她是沒有試過展開一次公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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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戰爭在這四本輕小說裡面是一個很慘的人 然後我們還要講一個 我不知道叫他南角好還是南角好 那個文角 阿游來了 一出場的時候 描出的時候 開來以為是想營造一個敵對的對象出來 怎麼知道不夠一個回合之後 看到什麼事 你不如一開始不說他的性別給我聽就好過了 已經給你自己公園了 描寫上也看到 你說男女性別方面會比較偏向一個女性 而在性格上他像一個小孩 在描述上他像一個小孩 所以如果他真的想定性他在一個情敵的位置的話 失敗 他沒有想定性他在一個情敵的位置 問題在於是 但你不覺得他幾個東西之後 大家都不覺得他是情敵 其實他真的 他是想加入我 他沒有一個偽良 加一個人落死了 正態 怎樣 不一定是不重要的 這方面 實際上 插進了很多故事 其實整個故事的走向是很多人幫助 經過很多人幫助 支持很多人的推動之後 不論任何角色 由小姐一個配角孤河大哥 到一個李千禎 到向自己的父親 全部推直至尋找珍東 或者跟珍東建立關係 即是推他一把 這個故事自身上 就變得尤利也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尤利也是一個帶動這個角色 就是他負責說出珍東的情況 或是珍東的手受傷 他是一個傳話筒 是傳話筒 即是在珍東去了外國之後 他跟直至沒有任何的 interaction 他就需要一個角色來 去湊合他男女主角雙方的聯繫 然後尤利就變成了這個角色 反而 其實又是很厲害的 他們應該說每個 除了直至和珍東以外 他們每個配角的故事的性格 我們真真正正正是要去到 Encore那一部分 我們才可以真正知道 這個角色的性格的形成 還有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你才會覺得合理 但是不應該是Encore篇出現的 Encore篇不應該讓我們看到這些 應該是一組演的 尤利 搶子 都是他們在Encore篇 其實千禎在新的背絲手 其實他都有表演過的 這些故事應該在外主編裏面 我們才能看到 所有精華都看完Encore 所以為什麼覺得Encore很好看 我們會覺得Encore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 還有看完之後為什麼會覺得我會有感觸 就是因為我因為理解到Encore的故事 而我再去理解之前的故事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所以正正是因為這樣而我們喜歡Encore這款故事 變成這個好像解說 或者不是後日談者是補完篇 這個不是Encore的overdue 不過如果他很職格上去說 我喜歡這本小說 我不要從很理論上去說 很說真的 我是被他的情緒牽動了 我會這樣說 很多時候如果你可以說 就是參加一個功力 就是他寫的小說 那裡很牽動到你的情緒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每一幕或一集 有幾幕是令到我可以 人是無感動的看到 就是個人感覺到是投入了下去的世界 尤其是第三集很多高潮位 就是由他跑步的比賽到很多東西 就是那一刻熱血的衝勁 或者可能青春那種的愚笨 可以說是那種遲鈍 那種的 怎樣說 那種遲鈍 就是那種遲鈍 那種遲鈍 就是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引下去 那種遲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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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看到 那種遲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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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這其實是很直覺上的說法 但事實上我覺得這一方面 就是很難表達的東西 文字上的感受 我覺得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如果我給這本書 文筆上是能夠做到 提供意境的效果 但可能我覺得在編劇手法上 或者角色鋪牌上 其實有些可能受到現在所謂的 美少女遊戲式那種的橋段 不成文規定去限制了 固然我們看開的人 我們會明白 我們會接受這一套 但很多時候就是 有時候會太依賴了這一套 令到所謂 青春那種氣息反而是沒有了 因為你會變成是必然 你會變成是 我令到其實 好像剛才鏡媽所說 其實焦急的東西 其實我沒有太大的 所謂的焦急感在裡面 因為我要知道 那個故事是必然的發展 他不會讓我看出 我是說角色的焦急感 角色的焦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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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牽動不到我 我會有古焦急感 當然是另外一些類別 好像一些戰鬥類型的漫畫 當你不知道 當你知道有一個角色 和一個角色大戰 現在他不是主角 你會不知道誰死 你都會緊張 究竟他們誰可以生存下去 其實這種焦急感 我覺得才會帶動 牽動到讀者的情緒 究竟 故事怎樣而再追下去 其實就會有一個代入感 在裡面 還有說什麼青春感 其實如果說青春 很多作品都是青春的 我個人認為 如果讀者看上去沒有共鳴的青春 都不相信青春 如果你有共鳴感 比如說你是彈琴的 或者是 或者你認識古典樂的 或者你認識古典樂的 你看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 可能你知道 那首歌 我聽過 OK的 你可能會對這本 會有加成 或者你好像我這樣 很學武青春的 可能會有加成 對 我沒有清楚太多事件 太多公式的事件 你反而覺得很駕駛 留意對齊 因為可能你一看第一本 你已經知道 哪個男女主角的結局是怎樣 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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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這個 即是有機會 讀畫化到的話 會 用畫面上 或者用畫面上 你想想想 如何讀回音樂 那些 我不會好像 這一套是可以讀畫化到的 影音上有的音樂 如何播出來 這個問題 不是 不是 是 劇力的 脹力 就是 是劇力的脹力 是 真的我覺得 它可能有0.1收視 真的很出現 其實 要寫出那個張力 很難用動畫斷開 才會寫 你一本小說的那種張力 才能連得灌起你 我會覺得 說完 這個另外就是 其實如果 我覺得 有人再寫 如果日後再有這些類型 其實我感覺就是 其實 其實 用這些音樂的話 它統一一本 是用一個 topic 就算 我想那些人不明白 曲詞 或者那個名字說什麼 但是它會知道 這是一個同一個故事 這些音樂 是關於同一個主題 即是下集說離別的 可能下集說的 可能全部都是離別的 現在這個故事 但是後面那些 你可能著量去用少些 或者提及多些 其實如果你說西美維新的 這方面 它用一個 topic 其實它會用得 用一個 topic 它不會說 在一集裡面 把很多東西 對齊在一起 變成一個故事 而令到你會覺得 有一個很亂的感覺 它會選幾個 它覺得 可以表現到 這個故事的內容 去放下去 你知不知道 可能日後 你會有興趣去找回 但它不會給你感覺 就是說 我聽到故事裡面 我也不知道應該由哪個 主題開始入手 看回 究竟作者你想說什麼 對齊在一起 但我覺得之後 我也有做到 而第二集 也開始用回 一首歌 去貫囑一個故事的感覚 那支碟 我想那支碟 那支碟 有一個黑膠碟 就是有一個位置 就是要令到 那支不會播完的 那支碟 對,那支碟 那支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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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方 那支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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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千聲 就是那支碟 你這樣怨恋是一個刺症的原因 我看見最後想說一些 剛才講到這本書的相似是跟神經紀事故的相似 我自己的觀察上很多人選擇《探頂光主》這本小說 這時候最有名其中二兩本 例如《探頂光主》《神經紀事故》 很突然選擇這兩本書的時候就會說哪本比較喜歡 很多時候都會選《神經紀事故》 而《神經紀事故》的一部分為什麼人會選這本呢 他們說《探頂光主》有哪些地方不好呢 就是說第一 男主角非常一由寡斷 二 女主角太任性我受不了 但《神經紀事故》也就是這樣 但問題就到這裏 男主角去到《神經紀事故》不一由寡斷嗎 女主角不任性嗎 問題就在這裏 其實《探頂光》在程度上有分別 女主角是《愛麗絲》 我記得幾次都說過 她是有任性 但是適可而止的任性 我會這樣說 她不會無緣無故離證 什麼都不理證實 她不像震動 事實上呢 我們也說到為了推動故事 就是這個 直字 就是把直字寫得很遲鈍 你看到很多地方 連由上子 響子 到簽證 下子 那些不同的老人甲都說她遲鈍 即是她不停強調 即是她不停強調 她真的很遲鈍 她真的很遲鈍 令到她真的變得很遲鈍 那些角色 你去到看《神經紀事故》的男主角 我不記得名字 明海 明海 其實你看到她所謂的遲鈍 也沒有那麼深 而且愛情方面 因為苗寫不多 所以《神經紀事故》 相比之下 就沒有那麼嚴重 這方面 看出來 《燦靈光》的遲鈍 程度上 的分別 會影響到獨立的觀感 這方面是一個觀察 其實我覺得《神經紀事故》 劇情張力 會比鋼琴就名高大 因為她始終都是 沒有一個包袱 因為她始終《神經紀事故》的劇情 會牽涉到少少推理 或者懸疑 這些劇情的張力 會比《鋼琴就名曲》 只是《賣青春》 那種張力會高很多 所以可能會有這些原因 導致《神經紀事故》 導致《神經紀事故》會好些 而且其實我覺得 《神經紀事故》很太過人 很難說 是不是《神經紀事故》 《神經紀事故》 我又覺得不是 但是你有沒有共鳴 最重要 講完我想說的 因為真的對這本來很有共鳴 你問我為什麼 我也很難回答你 因為就快你掉了 應該是 嘩 這樣你都說得到 被你插到 這樣也被入 不過最後補充一點 就是《神經紀事故》 還有不止一對角色寫 最重要是 《神經紀事故》 你不是只說 《愛麗絲》 不是只說《明海》 其實很多東西 其他人都可以寫 《彩下》可以寫 《彩下》可以寫 第四集的時候 《平板幫》 《平板幫》 《平板》 和《第四代》中間的東西 都可以寫 都是可以牽涉人心的 但是 所以你會說 一定是故作 fry 所以在香港的美麗可以寫 所以是想要鑑河 那麼你全部會售 今年是爆炸中間的 就是更熟 那麼你就是說 如果很好看 《 copy, updatesourple》 第一婿是 goodies 事情,日本是 goodies 當然是否有第一身人青這方面 你這樣說的話是所謂的Encore Piece 就是用每一個角色的第一身人青去寫那段片 因為不是主角 不是直指 即不是主角就OK了 即不是那個又有遲頓的主角 找些精明的人做主角 第一身就沒事 這本我們介紹到這裏 你說次序 雖然這樣看不到 但我建議看完第一本的人之後 先看了Encore篇 之後再看第二 第三 第四本 雖然可能會很臭 但沒辦法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要對角色了解 其實我覺得要選中間一些章節去看 不是的 其實很... 不是的 我覺得第二次要 skip 因為你一會太累了 第一集 第二集的劇情類同 這個一定是... 即是第一集看Encore篇 就看第三集的 很根本地面看這個 還是最不好的地方 是的 過敗事 不過Encore Office那裡 沒有的 真的 不過我都明白是一個難度 你要知道哪些東西 你已經看過了 這個會比較麻煩 不過你說 我想都是好像剛才鏡頭說 你要其實應該說 你真的有對青春那種向往的話 你看這本書的話 才會有一種比較好的代入感 我相信各位聽眾都經歷不到那種青春的 算了 所以向往 所以向往 不是共鳴 這樣 因為始終你說 可能是學校的 生活的描寫比較少 那些人就會比較難代入 自己的一些 即是統領到一些學校的生活 因為他只要都是講 這個文音部裏面的問題 反而就 或者是角色之間 其實學校只不過是一個 副舞台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除非你告訴我 你合了一隊 只有你一個男主音 然後全部都是一個 其他都是女角的 其他都是女的 其他都是女的 有後空 我問阿摩 問阿摩 他組得 他組得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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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